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李动画啦 我小李老板,这集继续带大家重温一些初代的游戏王动画 上集讲到,游戏已经完成了千年积木 据说,完成千年积木的人可以实现一个愿望 而游戏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就是他终于有朋友了 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些社会事件 就是有人成功逃狱了 不久这件事就在学校传开了 而且据说那个桃玉犯,身上是有枪的 不过城之内发现,杏子最近的行踪很可疑 每天放学都是自己一个人走 没有和游戏他们一起走 城之内马上福尔摩斯上身 三言两语就推测出,杏子一定是在做圆柱交际 梅宝听到杏子在做圆交,自己听了也心动了 他马上跟着杏子,想一探究竟 这一夜,翻云覆雨之间 之前的一名逃犯,佐佐木天然又在抱歉了 当他挤金辛苦,打开保险库的门之后 发现里面竟然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自己也难以置信 不久,他抱歉的事情就被发现了 新闻报道说,警方认为这件案子是由陶玉犯 佐佐木天然一手包办的 他听到当然是垂心口了 因为他去到的时候,东西已经全部被别人偷走了 白白吃了一只死猫 第二天,杏子放学居然把美宝也叫上了 而美宝当然也很乐意跟他一起走啦 这个时候,杏子内要附我模式上身了 哼,想不到美宝也当了圆交妹了 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不像话了 本田听到自己的女神被别人说是圆交妹 当然不分气了 不过杏子内这次拿出证据 他留意到杏子今天的午餐 居然是全日本最高级的烤牛肉,鲍鱼定食 光天明智你应该知道他有多贵了 本田听完觉得城市内说的太有道理了 这些钱这么容易赚 美宝该不会真的跑去当圆交了吧 于是本田也偷偷跟了上去 美宝,你清醒点 让我来救你出火坑吧 而另一方面 逃犯佐佐木天然 又在撤获另一种宝切案 这次他锁定了一间珠宝店 只偷走了一条名贵的钻石项链 我心想这个佐佐木天然怎么这么蠢 这么辛苦进去了 才只偷一条项链 不是吧 可能他不想当一只贪心的小狗吧 但很可惜 人家说贪质得个贫 他不贪依然是个贫 因为新闻报道说 他偷的那条项链是假的 做贼做到像你这么笨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样逃逸出来的 难道这里想表达的是 当时日本的警察比他还蠢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而警方认为 这次报欠案 也是佐佐木天然一手包办的 佐佐木天然心想 自己明明才偷了一条 被说成偷了三十多条 有没有搞错啊 另一边 就从本田跟踪完信子和美宝之后 他放水也跟着他们一起走 游戏就说城之内了 你这次不会说本田也当上了圆交了吧 城之内还嘴硬 说可能被一些有钱的太太看上了吧 他们心想像本田这样的姿势都能干 他们应该也能干吧 于是也就跟了上去了 他们一直为谁信子他们三个人 最后跟到了这间新开的快餐店 汉堡世界 游戏跟神之内一打开门 就碰到了信子他们三个人 原来信子他们三个只是在这边 打工做兼职 不就是出来打打工做做兼职吧 又不用搞得这么神秘 原来他们学校有一条校规规定 学生是不可以出来做兼职的 老板见他们聊了这么久 就当然不给他们偷懒啊 你们在搞什么东西 他们是客人来的 还不赶快安排座位给他们做 一坐下 游戏这个闲尸仔 就想起刚才信子穿制服的样子 口水直流 那个时候有一个可疑人士走进了餐厅 不久就有一个警长进来想要搜寻逃犯 对啊 你没有听错就只有一个 据说那个逃犯是懂得易容术的 他从来都不会以真面目示人 所以就算有他的照片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他 于是有人提议不如做一次突击检查吧 可警察说他是有枪的 大家不要轻聚妄动 这个时候老板看上去很担心 就问那个逃犯到底有没有其他的特征 警长就告诉他 三天前他抱切珠宝店的时候 被警卫打上了他右边小腿 现在腿上的语痕应该还没有散 信子听了就自作聪明 把这男玩具车弄倒 就可以把客人的脚意检查 以一个中学生来讲 他们的胆子还真大 完全没有在礼仪范身上有枪这个点 而且警察做事 要你教吗 当信子检查到一个像黑社会般的 胖子身上出事了 这胖子非常不高兴 你就太美 脚毛也看 你有什么理由可以随便看客人的脚毛 真的要搞到有人不喜欢 那个警长才出来调解 各位真抱歉 我怀疑有逃犯混进这垫子 所以现在要检查大家的右边小腿 我心想 你一早出来把事情说清楚 就不用搞这么多东西啦 现在还要一帮中学生帮你查案 有没有这么废啊 当然他说清楚事情之后 客人根本就不合作 有什么理由你们可以随便检查我们的脚 这区的警察根本没用啊 我看这次都是百物龙居多啊 逃犯也不是第一次的了 而这个警长 居然很轻易的就承认了 本田这个时候就跑过来问警长 难道我们就没有别的线索吗 警长就重新查阅 疑犯在监狱时的记录 发现他在监狱的时候 曾经被送进医院急救 正就是因为吃了鸡蛋而敏感 这时候 信子又自作聪明了 灵机一触 就说这垫子的面包 全部用大量的鸡蛋去制作 如果逃犯在这里的话 一定很快就会现行 刚说完 刚说完就有人觉得不舒服 警长就跑去关心一下他 那人一紧张 就露出马脚了 先立马散人 正就是被警长一个鬼影机拿手 把他的伪装全部扯掉 马上就原形毕露了 原来他就是佐佐木铁兰 他辛苦到满头大汗 不要再说了 快点叫救护车 还吃我骗你而已 我们的面包全部用纯面粉制作 绝对没有其他的成分 佐佐木铁兰被这个男人婆玩的团团转 就当然烟火爆啊 一把冲上去准备把他揍一顿 整理他扑到了另一个人身上 还没有他发现了那个人垂上有伤 而他自己根本没有背景位弄伤 所以他认定这个人就是那个 每次都潜身他一步的那个贼 他马上就想打那个人一身 而经常就从后把他拉开 就这么轻易的 把那个人的衣服扯烂了 在那个人的背上 他们看到了一个独特的纹身 原来这里的老板 就是汪洋大盗赤狼 汪洋大盗赤狼 发现自己的身份不露了 马上冲过去抢了佐佐木铁兰的枪 还挟持了性质 你说鞋吃人质对一个警察来说可能就有用啊 但怎么可能对一个贼也有用呢 我就不知道了 原来这个汪洋大盗赤狼是做了整容手术 然后就装成一个普通市民 混进了这个市镇里 隐性埋名 还在这个小镇里开了这间餐厅 本来以为他已经重量了 不过被他遇到这个小偷铁男 自己又开始手痒了 心动不由行动 于是他就跟了这个小偷铁男上去 看他去哪里偷东西 然后每次这个小偷铁男偷东西之前 他都快一步把东西偷走了 等他嘴炮完一轮之后 他就叫所有人趴下 然后就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一块布 把性质的眼睛蒙上了 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听回来的 说什么只要眼睛看不到东西 人就会怕到不敢出声 说到这里我才知道 原来我们平时看戏 看到那些人又绑手又绑脚的 都比不上他用一块布蒙住眼睛 厉害 结果他就突然想坐下来 抽根烟喝杯酒再说 哎 这位大哥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东西 你现在身份都暴露了 还有心情在这边喝酒抽烟 不过性质这种东西 说来就来挡也挡不住 看到游戏被吓得说成一团 就对他过来服侍了 性质虽然眼睛被蒙住了 看不到那个人到底是谁 但听他说胆小鬼 就马上猜到是游戏了 接着性质就很大胆的站起来 大叫 游戏是不是游戏 不要过来 哎 原来刚才说 眼睛被蒙住就不敢出声 是姐了 这个汪洋道道发现自己被骗了 马上老修 起来就尖了性质一巴掌 这一巴掌是打在性质身 痛在游戏心 游戏马上变身 眉心一直金色的眼睛张开 一个黑色的影子浮现 转身直接表白 居然敢对我喜欢的性质动手 你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好吧 要你喝完最后一瓶酒 现在游戏就很自然的坐了下去 谁批准你坐下了 游戏就很淡定的回答说 不好意思哦 我只是想跟你玩个游戏而已 游戏要开始了 谁想跟你玩游戏了 你都傻的 然后一枪打趴游戏 全剧终 怎么可能 想跟我玩游戏吗 我最喜欢就是玩游戏了 哪怕你说一些游戏规则是怎样 玩法很简单 在十只手指里面选择一只 除了自己选的那只手指以外的 其他手指全部都不可以动 只能用选的那只手指来行动 这还用问吗 我当然选择食指 没问题 那我就选择这只 他要拿拇指来干什么呢 不管了我还是先倒背酒压压机 游戏现在开始了 让我一枪打趴你干地 不用急 先帮你点个烟吧 对哦 我的烟还没有点 就让你在临时前 用你的拇指替我把烟点完吧 那就不差债 把打火机也送给你吧 顺便提醒一线你 你那瓶是俄罗斯特产福特街 酒精含量高达90% 什么 那我岂不是不能动 一动的话那打火机就会掉下去 点燃我全身的酒 怎么你还不开枪啊 不过只要你移动 打火机就会点燃那些酒 来吧 我们走 怎么会这样 诶 等一下 游戏你刚才看什么了 哦游戏你的手动了 你跑去捉性质的手 你输了游戏 当然不可能啊 规则是游戏定的 游戏喜欢怎么动就怎么动 而你就不行了 只要你一动 你就违反规则咯 结果你还是没有遵守游戏规则 诶游戏 好像是你自己先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吧 现在还恶人先告状 游戏眉心眼睛张开 破坏规则的人 就要接受惩罚 那你应该要先自己罚自己吧 黑暗的大门已经为你打开了 接着游戏就用他的超能力 令这个汪洋大道看到幻觉 为什么你不一开始就用那游戏 一定要没事找事做吗 就是这样 杏子打工的那间汉堡店就倒闭了 游戏还好意思跑去问杏子为什么不干 干什么东西 店都倒闭了 怎么做啊大哥 杏子居然说 我经常坐监职没有时间陪你 你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但这一刻 杏子的心里似乎有另一个人 就是那个救了他的另一个游戏 就是这样 第二集就完了 看完这集让我明白到 原来男人不坏 女人真的不爱 好了这集就来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 也可以追随我的IG和赞好我的Facebook 那就这样吧 收工 是的 您的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